第五题,如图三角形ABC中,AC珠的面积是12,BC珠的面积叫做6 那问的是A珠比AB 好,这个面积叫做12,BC珠叫做6 那我知道其实面积比会等于我们的底边比,对不对 A珠比上珠B,就会等于我的面积比12比上6 同出6,2比1嘛 所以我就知道这里是2R,这里叫做1R 再来,A珠比AB,最后的A珠比AB 答案就会等于2R比上AB是3R 所以答案就是2比3 前面每一题其实你都大概10秒钟以内能解决啦 第五题,第六题 珠1平行BC,A珠是15公分 那B珠是6公分,更正9公分 BC吼就18,那就珠1X 好,这个题目请你小心 我都会讲说这个叫做小L的比等于大L的比 小L的比等于大L的比 好,所以这个题目叫做15比上X A珠,A珠比珠1,会等于大L,所以是AB24喔 这是24比上18 然后记得在内层内外层外之前先瘦身 就跟我一样瘦 所以答案叫做15比上X等于除以6嘛 所以这个叫做4比上3 所以你就可以用内层内等于外层外 X的答案就叫做四分之45 好,这个是珠1的长度